有些水果香气就弹口水了 云南德红的烟纸果你给我吃过 今天我们来量瓣一个 哥小子这个叫什么哥哥 这个叫烟纸果 我们德红也叫鬼眼睛果 只能年到成熟了几节了 我们一起来给大家量瓣一个 烟纸果也叫鬼眼睛果 是德红的一种特产 每年这个时候 德红人都少不了 要好好吃几次 今天的做法非常的简单 把鬼眼睛果放在水里 煮大概两分钟 看到表皮炸开就可以起锅了 滤水后放入辣椒面 盐 白砂糖 浇上熬制好的红糖浆 稍微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如果还不会熬红糖浆的话 可以到前几期看我的教程哦 嗯 德红的腌制锅我们真的很好吃哦 不行 应该德红尝一尝 这个腌制锅也叫做骨眼睛果 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水锅 有空来吃吃给 想要了解更多德红的美食 记得关注我 我是黄剑 带你品德红 嗯